司马懿和曹真打赌分兵了,各守一个谷口,防止西蜀人马来取齐山,这曹真也够将的,他倒不是将,他很自信,他心里也有个数,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,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,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齐山呢? 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打这儿,司马懿瞅着曹真呢,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? 那好,司马懿有个打算,一个是啊,拒住诸葛孔明,不要让他得了齐山,再一个呀,跟曹真打打赌,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, 司马懿说我要输了,我就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,上你的营中请罪,曹真要输了,就把玉带和尊拿,输给司马懿 呵,曹真呢,高高兴兴的领着人马走了,司马懿呢,就在鸡骨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,刚刚布置完毕,这时候,西蜀的人马就到了,魏延他们四元大将,魏延呢,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,张仪和杜琼在后边, 他们来的挺快呀,这也难怪呀,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,谁要是先出齐山,谁就是得到守宫啊,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,都愿意抢这个头宫啊,等他们刚刚接近鸡骨, 这时会儿,有人来报,说是丞相派邓芝,赶来了,让您二位停一停,呃,我严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,心说怎么回事儿,我们还没到鸡骨口呢,怎么丞相派人来了,准有军令吧,烧这么一愣,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, 魏延一看呢,原来是邓芝,啊,魏延将军,且慢走,啊,您来了,您来有什么事吗,丞相有令,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鸡骨口,不要再往前走了,最好扎住迎战,等候丞相的大令,再做定夺, 哟,等之说这话的这功夫啊,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,四江一停全愣了,哎,这是怎么回事儿啊,特别是陈氏,很不高兴啊, 丞相明明传令了,让我们进兵鸡骨,抢占齐山,怎么现在又,又让扎下迎战了呢,让扎寨在这盒待命,难道说,是怕我们抢投工,不撑,哎,等之白了白手, 我看不见得,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停工呢,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,既然丞相让在这盒扎迎候令啊,大概是,怕各位中了曹卫军的埋伏吧, 这句话说的陈氏卫言哈哈大笑啊,嘿嘿,我算看透了,陈氏这一句话使得卫言一愣,你看透什么了,文昌将军,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卫军作战吧, 你看,司马仪又陈仓退回来,不派兵追赶,让咱们兵出其山,咱们按令而行了,可已经到了鸡骨口了,又让咱们扎寨,这出而反而行令不明啊,什么埋伏不埋伏的,我看呐,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仪与操战, 这卫言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,邓芝很不高兴,心说文昌将军,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,你为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了,你怎么能这样啊,邓芝很不高兴啊, 他们脸色往下一沉,啊,列为将军,我想啊,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,我家丞相多年来,既无不中,谋无不成啊, 嗨嗨,陈氏听的这可是仰天一秀,算了吧,邓芝先生,您不要再多说了,我家丞相既然神算,那怎么会有接听之师呢? 这,呦,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, 魏妍听了这几句话,心里特别痛快,哼,真不讲,魏妍心想,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,给我五千精兵,我兵出紫武骨,不是早就得胜了吗? 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紫武骨了,今儿个听陈氏意说这话是郑重他的心思,魏妍呢,他有两档子气,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,诸葛亮没听他的话,他不高兴,再一个,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素手接听,应该派我,派我的接听绝对丢不了, 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儿,他心里头,嗯,那气儿又上来了,嘿嘿,陈氏将军,说得有理啊,邓芝啊,刚不高兴,他瞅了魏妍一眼,行了,鸡尾将军,我令你传道,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带,说到这儿,邓芝巴令箭荡起这么一举, 你们听不听吧,我言一瞅这大令啊,他刚刚吸了口冷气,哎,心想,你邓芝啊,别不爱听,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,我看呐,丞相越打仗的胆越小, 说不定真有点踏人的司马仪,扎寨,就扎寨吧,魏妍刚要传令扎寨,陈氏这么一听,文昌将军,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,啊,我想在这儿扎寨,你扎寨我不扎, 我领五千人马,杀出鸡骨,夺取其餐,我非争得投工不可, 邓芝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,陈氏将军,你可不能这么办哪,你要这样,我就回复丞相, 那我就要告诉丞相,哎,邓芝先生,任您自辩吧,我这就叫按令而行,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,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, 这时魏妍啊,也不说话,他光瞅着陈氏点头,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, 陈氏再也不等魏妍和邓芝说什么了,带领着五千人马,杀笨鸡骨去了, 邓芝啊,搏马就走,邓芝干什么就,回复丞相,那我得告诉你一声, 这陈氏他不听临的令啊,邓芝走了,张一杜雄就劝啊, 又劝魏妍,又劝陈氏,那意思是啊,那别这样啊, 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,咱就先把摘下下呗, 等他们劝着魏妍这功夫,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, 兵进了鸡骨了,走到鸡骨口这儿啊, 陈氏派人打探,探听探听,室外可有曹魏军校, 探马来报,什么动静也没有,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, 陈氏笑了,好,我先出兵鸡骨口了, 我夺过岐山来之后,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, 这陈氏也够瞧的,他想要羞臊羞臊, 这位汉丞相诸葛亮,他也是堵着一口气, 这人马呀,滑向潮水般,就拥进鸡骨口来了, 走了还没有三十里路,呼听一声炮响, 把陈氏下里一跳,坏了, 这儿有扶兵,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, 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, 陈氏当时就晕了,坏了, 我上了人家的当, 不除我家丞相所料,这儿果然有埋伏, 扎寨,上哪儿扎寨去啊, 这儿谁让你扎呀, 陈氏拼命死战, 东途西闯, 他恨不得突出重围, 杀条血路,杀不出去, 哎呦, 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, 是越来越少啊, 哎呀,难道说今日, 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, 正在这时呼听前面, 人声鼎吹, 又有一只人马杀过来, 为首一员大将, 直奔陈氏来了, 陈氏一看这一员将, 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, 哼, 马上一阵风似的过来, 陈氏把牙子一咬, 管你是谁呢, 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, 都是人家的将校, 我就杀吧, 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, 他是举一刀就劈啊, 这员将把手里大刀子一横, 啪啪啪的一下, 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, 陈将军, 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, 我是魏严啊, 陈氏一笑啊, 哎呀, 当时臊的脸通红啊, 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, 我连魏严都不认得了, 文昌将军, 你这是从哪里来啊, 我特地前来, 解救将军, 哎呀,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, 陈氏将军, 你死一五来, 魏严在前, 陈氏在后, 一块往外上, 魏严怎么来了, 魏严不是在鸡谷外边扎寨了吗, 这魏严呢, 也机灵着的呢, 他看自己一劲点这火, 把陈氏这火也给倒起来了, 带着五千人马奔鸡谷去了, 邓之回复丞相去了, 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, 再说了, 这个丞相神算, 不用说我们呀, 连那司马仪都遮遮复复的呀, 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, 啊, 如果这司马仪要设什么圈套, 这陈氏要出点意外, 我见丞相怎么交代, 我呀, 我把他接回来得了, 如果说司马仪没埋伏, 正好, 我就是啊, 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, 嗯, 再随便说说道道, 就是说发散发散, 自己肚子里的闷气, 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, 如果要有事啊, 有事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, 魏妍多了个小心眼, 他还真来着了, 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, 陈氏很感激魏妍, 总算是由重围之中, 把这陈氏给叫出来, 等回到他们闸寨这地方, 陈氏一查点人马呀, 带去不是五千人吗, 回来一看还剩三百多个了, 那些人呢, 连死带伤, 大概大部分呢, 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, 这回陈氏服了, 服谁了, 服丞相诸葛亮啊, 早要听话扎寨, 哪能有此惨败, 司马仪呢, 司马仪算大获全胜, 显一显杀死了陈氏, 没想到, 让魏严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, 司马仪杀退了陈氏之后, 他立刻想到, 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去椰谷啊, 曹真如此马虎大意, 这可不得了啊, 他立刻派新服军校, 打马扬鞭, 飞奔曹真大战, 去告诉他, 让他要格外小心, 严加敌方, 曹真这时候干嘛呢, 曹真挺高兴, 分兵以后, 自己来到椰谷, 传令三军, 好好歇歇, 把那湿衣服啊, 都拿出来晒晒, 啊, 哎呀, 好多士族啊, 这次在陈仓那, 上边雨浇着, 下边水泡着, 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, 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戒和赖什么的, 这回啊, 好好在这儿治治, 啊, 这不是早晚凉一点, 傻瓜头太阳毒吗, 坐在山坡上, 晒谁太阳, 暖暖泱泱泱的, 啊, 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, 哎, 手下的副将一听, 我说都督, 啊, 您这是怎么了, 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啊, 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, 应该您得加倍小心, 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, 诸葛亮可能分兵取齐山, 你算了吧, 哎呦, 曹真哪, 不能嘴一撇头一摇, 诸葛亮根本来不了, 你想想, 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, 他怎么能派兵, 兵出齐山, 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, 你别听他那么说, 他呀, 哎, 这周围也没有旁人, 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, 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, 咱们司马都督, 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, 他随时啊, 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, 他哪那么多诡计, 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, 他的事实, 你就在这待几天吧, 给我数着日子, 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, 那是干嘛呀, 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, 到十天现满, 没见诸葛亮派兵, 没见西蜀一兵一族, 他就要戴上花, 擦上粉, 穿上女人的衣服, 来到我营中请罪, 嘿嘿, 我说众位, 这路上哪儿瞧去啊, 你说这曹真多大意, 一眨眼七天, 他就这么袭了糊涂, 过了七天呢, 而且啊, 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, 今儿个要摆上了, 刚喝了没有几重, 有军校进来禀报, 启禀都督, 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, 啊, 曹真一听, 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, 什么, 有西蜀小校, 有多少是人呢, 都督您别着急, 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, 哈哈哈哈, 曹真一听笑, 十几个人, 那甭问, 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组, 不要理他, 慢来慢来, 旁边复将秦梁站起来, 都督大意不得呀, 既然有西蜀小校, 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, 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, 那不糟了, 嗯, 曹真点头这些人提的好, 对, 他立刻派秦梁带领三千人马, 前去打探, 秦梁领令刚要出仗, 哎, 回来回来, 都督您还有什么反复, 哎, 秦梁, 我告诉你啊, 打探归打探, 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, 苏报我知, 咱们跟他决一死战, 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, 或者把他们赶跑, 或者捉来, 哎, 你可千万留心哪, 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, 哦, 秦梁就明白了, 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, 感情啊, 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, 您瞧这曹真, 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, 怕让诸葛亮占领了齐山, 人家想的是国家大忌, 两军之战, 这曹真呢, 把这所有的精力, 全放在打赌上了, 他总定要看看司马懿啊, 擦上粉, 带上花, 是个什么模样, 如果自己要输了呢, 那玉带马不没了吗, 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, 所以他嘱咐秦梁几句, 秦梁带领着人马, 离开大营, 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, 就去打探去了, 秦梁刚走, 有人进账禀报, 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, 要见您, 曹真怎么一听哄, 心说好悬啊, 我的秦梁挽走一步, 准让来人撞上, 啊, 请他进账, 和还下了个请字, 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, 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, 在中军到外边进来, 参见都督, 罢了, 哎, 你这是从哪来呀, 我奉司马都督之命, 来看望您, 哦, 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, 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, 严防诸葛孔明, 派兵来取耶骨, 另外司马将军说了, 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, 还是啊, 严防西蜀军为上, 就是别拿打赌但回事, 您呢, 把这地方防守好, 曹臣一笑, 哼, 司马将军心太细了, 你呀, 回去告诉他, 我这儿啊, 连西蜀军的个影子, 都没看见, 就是说直到现在, 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足, 你赶快回复去吧, 啊, 尊领, 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, 曹臣呢, 坐在大仗里, 喝着酒, 聊着天, 等着这秦良, 那位秦良将军, 他呀, 也想带着人出来, 如果真有西蜀小校, 抓几个回来就完了, 要是没有更好, 要是有的话, 把他们惊散了也行, 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, 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, 怎么回事呢, 他追了一段路啊, 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, 秦良本想就要回来, 可他刚要回兵, 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, 再追吧, 又追丢了, 如是者己策, 把这秦良啊, 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, 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, 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, 把秦良吓了一跳, 他心想, 哎哟, 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, 当他举目再看呢, 那可就了不得了, 四面八方, 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, 就把他这三千多人呢, 给包围起来了, 六元大将, 都是西蜀的名家, 无班无疑马带王平观星料化, 哎哟, 秦良一瞧坏了, 这哪儿是几个西蜀小校, 几千几万啊, 这怎么办呢, 秦良就急了, 他想刹开条路, 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, 他迎着廖化就过来, 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河, 被廖化一刀, 把秦良给批于马下, 秦良带着的这三千多人呢, 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, 剩下全都给俘虏了, 当时啊, 观星廖化传下一令, 这些小校, 哎, 各自找各自那身联差不多的, 找谁啊, 找曹卫军呢, 就是那些俘虏啊, 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, 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, 冲他们倒是挺客气, 哎呀, 主位, 委屈了啊, 把你们都逮住了, 这些曹卫军校一听可不是吗, 心说您就甭客气了, 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, 啊, 对, 把我们逮住了, 嗯, 这个有点事, 跟你们商量商量, 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啊, 老家, 把您这衣服脱下来, 干嘛呀, 快脱, 咱别客气, 听见没有, 你要是烧一耻眼, 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, 这小校一听, 哎呦, 那您别动刀啊, 我脱衣服就脱吧, 这怎么回事, 这些曹卫军互相看了看心说, 哎呀, 这习俗逮着我们干嘛八衣上, 难道他们都没穿的, 看穿的挺整齐啊, 那军号衣都崭新呢, 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计, 干嘛八母衣裳, 哦, 这些曹卫军明白了, 大概呀, 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, 哼, 为了撞门面, 挑了这么鞋套新衣裳, 给这些人穿上了, 甭问, 在汉中的人马, 在成都的那些军兵, 好像都没衣裳穿, 要不怎么扒我们呢, 扒吧, 这些位扒起来呀, 人家那些习俗小孝就穿, 啊, 曹卫军明白了, 天凉了, 大概呀, 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, 啊, 遮风挡寒, 您暖和了, 我们怎么办呢, 这一个个都这么模样, 我们怎么回去呀, 要不然我们怎么处置呢, 不是, 赶紧把这些曹卫军扒完了之后啊, 并给他们换一套, 换的那衣服, 比他们穿戴的那些, 那可心多了, 这些曹卫军哪, 怎么也弄不明白了, 观星廖花看这些军兵, 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, 把秦良的大旗这么一打, 吹动这些人马, 就搬曹卫军的大营来了, 哦, 感情这叫乔装改扮, 西蜀军穿着曹卫军校的号衣, 来乍营来了, 曹卫哪能知道啊, 曹卫这功法啊, 刚喝完酒, 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, 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呢, 这时有一个小萧进来禀报, 骑兵诸诸, 副将秦良回来了, 哦, 我来问你, 可曾捉住西蜀的小萧, 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萧, 都督都是咱们的兵马, 呵呵, 曹卫军一笑, 不用问, 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, 一出大营, 就把西蜀那些个小萧给吓跑了, 哎, 我给他个面子, 给谁个面子, 给秦良, 我亲自出园门接他, 其实要哥往常啊, 曹卫军不会这么做, 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, 特别高兴, 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, 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, 为了这个, 他这才走出大仗, 出园门来接秦良, 站在园门这儿怎么一看于喝, 曹真挺高兴啊, 他高兴什么呀, 你瞧起来没有, 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, 哎呀呀, 哎, 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, 好像比我的云霄高出一块的, 曹真正这儿纳闷呢, 忽然有人来报, 启禀都督大师不好, 后营起火了, 啊, 曹真一愣, 这怎么回事啊, 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, 赶快, 曹真话刚出口, 只见对面那位秦良啊, 就到了他的跟前了, 是抡刀就批啊, 可把曹真吓着了, 得回旁边站着几个副将, 各自举起刀枪, 苍狼着一下, 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, 这几个副将都急了, 怎么了你, 啊, 你封了, 这么抡起刀来看多多秦良, 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, 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, 谁是秦良, 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封官, 了话, 啊, 突充, 曹真哪, 一头栽倒在撂画的马前, 这位秦良一头栽倒在马前, 这位秦良一头栽倒在马前,